十九大明揭幕,四个位大习主题, 但最主来说,圆梦全席是什么梦? 中国梦,我们中国如果这五年, 继续稳步前进的话, 或者大踏步前进,五年之后, 我刚才说了,我们中国都不知怎算, 钱多得仔,废都留有, 中国人真的不是开玩笑, 所以大家为什么无端端, 香港股票突然被铺标榨上去, 不是因为汇丰银行, 汇丰银行今天都是七十七个多, 和几个月前都没有分别, 但这两个月突然被铺标上去, 是什么公司呢? 因为春光水暖银行, 那些投资者有些, 有时在顶层那些, 拿着基金那些, 会有很大的感触, 看到那些势, 所以我自己就可以说, 这个搬车边的话, 都不是历史学会的会员, 是不是? 这是远控前夕, 真是的, 纳层好像, 铺标榜银行股这段时间上去, 那些是大连将来的, 工厂银行, 建设银行那些, 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, 但你说譬如一些, 腾讯, 阿里巴巴, 这些有关的企业, 最高科技的那些, 是这样标上去的, 所以你会看到, 如果你量子通讯是可以的, 你的手机那些, 华为, 中兴, 那些那些, 怎会不行呢? 小米那些, 因为科技, 国家不可以只拿着在国防, 因为军转民的委员会, 习近平坐在那里, 一定要将它转为民用, 壮大我们中国的经济, 抢回我们的板堂, 堆死苹果, 吞了三星, 拳打苹果, 脚踢三星, 你说这些, 技术已经有了, 来着了, 墨子浩上去, 大大化成年了, 上去玩? 这些很明显上来的, 我都不懂得说了, 总之一句话, 中国梦呢, 明天考虑十九大, 这就是我们中国梦的前迹, 真真正正的圆梦, 去年加力总额移动支付中国, 五十八万亿, 这就是中国最大武朗利售国, 总之就是这些, 如果你现在不懂支付宝, 不懂微信支付的话, 你真的, 你一回到达人家说, 你哪来的, 你石器时代回来的, 你穿越了回来, 在秦朝回来的, 不是吧, 做什么, 用八达桶, 不是吧, 我们来到香港, 没办法了, 要跟回石器时代那些, 新石器时代, 没石器时代, 新石器时代, 不是旧石器, 我们现在已经高薪科技, 不是他给钱的嘛, 你朋友之间, 喂, 欠多少钱啊, 散到不紧要的, 喂, 正下吃饭, 每人两个碗, 跟着, 有网络的嘛, 嘟嘟搞定, 嘟嘟搞定, 是不是, 真的, 好像我上次, 我们去大连, 跟着, 叫了车, 内地车来的, 喂, 喂, 我说多少钱啊, 雷敏说, 哦, 多少钱啊, 接着之后, 我说, 给了些钱啊, 给了啦, 网上一早给了他啦, 是呀, 他说, 我说, 政管和他聊天的时候, 捉了一捉就给了咯, 是吧, 就这么简单啊, 所以, 真是方便的, 不是开玩笑的, 继续, 北京又是新机场啦, 每年的人数是一亿的, 这是什么概念啊, 他只会一亿啊, 一九年就啟用了已经, 香港的三口去哪儿啊, 刚刚才拗完, 还要迟些, 超市又要拗一轮, 是吧, 一九又多久呢, 现在都一七年尾啦, 人家成亿的那些, 你没有看过图啊, 电视, 好像海星那样, 又有任何一个地方, 是不超过八分钟, 就已经可以出个机场了, 或者去到出口, 就是那个出入片那儿了, 哇, 真是这些, 这些是什么, 讲都无谓, 讲都无谓, 是吧, 继续。